如你所说,不要看今次的数据 看版面的股价都知道 一直以来,它都算是ATMXJ这些大的方向龙头来说 走得比较强的其中一只 它不断是一浪距一浪 或者近期所谓的调整整股 都没有很明显失手一些军线 还是排列得比较好 我觉得再加上今天的季绩是比较理想 又是再夹高一点的时间 因为现在暂时对回是384 其实初步有点破了之前的高位 343的位置附近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突破这些位置 整个走势都能继续延续着一个一浪距一浪的话 我觉得短线起码使用350是有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甚至要破,其实机会程度偏大一点 如果是持着京东 其实是否相对安心可以继续耗远 京东我觉得绝对可以继续耗远 因为其实刚才也说的 其实本身整个科技股或者科网的板块 近几个月都会稳定的了 而会稳定的当中比较好的绝对是京东 你无论股价本身就得比较美 再加上这一刻职业都是几对板的 我觉得暂时应该不会突然间有什么很大的 可能下跌或者是沽货的一些因素存在 所以有货我觉得不妨保持住它 反而如果你说要定一个可能比较中短期的离场位 我自己会觉得看着50天线 现在大概是3001度这些位附近 如果这些位是没有很明显失手或跌穿的 我觉得有着货的不妨保持住 是 但如果没有货这些短抄又行不行呢 但你觉得好像未必说有很大的空间 我想看一看一开始如何 我想现在没问题冲下去就难说有多少空间 因为刚才提到就是 现在可能是333、19、304附近 但是日前高位是343 其实差了几元 刚才提到虽然那个机会 我觉得是破的可能性大一点 但是你也不能够排除如果突然破不了 那你现在看上去只有那几元 但如果破不了的时间 不要说落下300日 可能整股回现在382、383边都不出奇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位 立刻漫无形AO或者如何都已经考虑追下去 我宁愿就等开市之后才做回报处会好些